而讲到两岸关系 今天有个会议 题目是终止经济轻忠 确保国家安全 民进党的前后任主席都受邀 不过王不见王 先是苏贞昌批评马总统 这经济政策根本是把鸡蛋放在同一栏 大错特错 再来是蔡英文也随后较进两人的震惊理念 台独团体举办海内外台湾国事会议 民进党前后主席都受邀出席 苏贞昌上午致辞时 延迟批评马总统日益请忠的经济政策 是非常大的错误 不让苏贞昌专美于前 民进党前主席蔡英文下午也来到会场 难得准备了简报档 一一阐述国家当前问题 除了批评执政党的经济政策过于单一 也强调台湾应该强化发展多边关系 第一任跟你说F2 第二任说加大加快对中国的开放 但是都无助于根本解决问题 主要的贸易伙伴 我们要强化跟他们的关系 把我们的新的市场的开拓 要更积极来做 我们还是要用多边的架构 掌握市场的力量 要加入区域经贸政策 与中国大陆签订ECFA 一直是马政府引以为傲的政策 但也让不少人忧心 台湾恐将失去经济主导性 进而威胁国家安全 王不敬王的苏贞昌和蔡英文 虽然口径一致 极力抨击马政府的大陆政策 但言谈之间还是秀得出 两人的较劲味道 UDN TV 卢伟中理 黄轩台北报道